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 好香好香 很好吃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三咪姐 今天要來分享的料理是韓國賞瓜乾麵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新上的一齣韓劇 叫雙腳步邊攤 裡面有一段是奶奶跟老闆娘聊到家常乾麵的做法 看完的當下這就是立馬去試做 我們試吃完覺得味道很不錯 重點是做法非常的簡單 所以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食材有哪些吧 準備的食材有 還有蔥 醬油 泡菜 韓國芝麻油 雞蛋 海苔 跟麵條 首先我們要先來切蔥花 然後就這樣 一根根的蔥就可以了 我覺得我切菜的繼續好像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切了幾次之後 一定會切 好接下來我們要切泡菜 泡菜的份量大概就是兩口分 那如果我一根根大根 那就放 大概就這樣 那韓國泡菜呢 我們要把它切碎 那韓國泡菜呢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會比較好的 跟麵 調拌在一起 我們要把它切 碎 這倒是很厲害 其實根本就是下去斷 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煮麵 今天準備的是好盡道的鮮魚拉麵 我覺得它還蠻好吃的 那份量的部分呢 一個人大概是10塊錢一元 那個一把份量 那因為我吃的份量比較少 所以我會比10塊錢 大概再少一些這樣 然後再少一些 把麵放下去 我覺得以上一次煮麵 是好幾個錢 上一個煮麵 還是很省的那個 哈哈哈哈 超久的錢 那麵要煮幾分鐘 它有分耶 如果是你要硬Q的話 它是5分鐘 滑Q是6分鐘 軟Q是7分鐘 當然我喜歡吃滑Q 所以我就煮6分鐘 現在我們來調醬 首先呢 用韓國芝麻油 準備一匙 準備一匙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韓國的芝麻油 它的那個芝麻香氣非常的濃 然後配烤豬肉的時候呢 非常好吃 加一點點 然後呢 再來是醬油 也是一匙 今天準備的是金蘭醬 好 再來是半匙的糖 半匙的糖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些醬汁 呃 糖跟醬油還有麻油 混合去 麵放進碗裡 把泡菜再放進碗裡 把泡菜再放進碗裡 然後再邊邊撒上 泡菜 韓國撒瓜乾麵完成囉 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 好香好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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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乾麵就要吃 熱火火的 嗯 很好吃喔 有沾上那個芝麻的香氣 然後醬油的香氣 還有就是鹹味 然後搭上那個酸的泡菜 就是滋味非常 非常好 然後呢 就是在你的嘴巴裡面 就是 鹹香 然後一點點微微的泡菜辣 就是都有 就我們以前怎麼煮 煮乾麵好像沒有想到可以放泡菜 然後我們這次看那個 韓劇之後發現 欸這個可以來試試看耶 沒想到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做法真的非常簡單 一定要加那個韓國的芝麻油 韓國的芝麻油 韓國的芝麻油跟鹽巴 搭在一起的那個香味跟那個鹹度 我覺得真的超讚 我超愛 我超愛吃 那個 那個豬五花 吃醜五花 烤豬五花 就是 單純的蘸 芝麻油跟鹽巴 好 所以我超愛的 哈哈 好吃耶 然後 河包蛋是我們自己加的 然後可以 配一種 河包蛋 彈出 焦夜的時間不得了 就可以煮一碗這個韓式散瓜乾麵 就是加上了韓國的芝麻油跟泡菜 非常好吃 就是希望你們在家裡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們如果呢 在雙腳那個路邊攤有再發現什麼新的又簡單的料理 我們會再試做看看 OK 那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韓國 韓國 你才講韓國呢 我沒有 你講韓國 你講 你才講台灣國 好來喔 3 2 我需要講的就是第10度 就是眼尖的朋友應該會發現就是麵的分量其實不太一樣 連蛋長的都不太一樣 因為 我剛剛的那個麵啊 因為煮的在 因為後來煎荷包蛋 所以讓麵就是等的有點久 所以剛剛的麵其實有點 軟 所以不太好吃了 所以剛剛 經濟師又再去重作了一次 來囉 3 2 1 我覺得 不好吃 麵 太軟了 味道很 不錯 所以今天的失敗不是我的錯 因為這製作 交加鹽巴 1 2 5 9 2 7 7 5